喝什麼? 你決定吧 古時裝在家裡 我是老司芬嗎? 是老套, 因為你偷偷幫我 這次找你搞這個上線是有條件的 我要和你一起拍, 拍什麼, 去哪裡拍 我決定 好的 你對愛情有什麼看法? 我沒聽錯, 對嗎? 這次上展的主題是關於愛情 我想知道你多點對愛情的看法 看看如何可以撞到Chris那裡 一開始很漂亮, 但很快就沒有 對, 遠看也很安全 但近看就會受傷 聽你這麼說, 有點像煙花 那你呢?你覺得怎麼樣? 我和你的想法有點燒不透 煙花就早就燒完了 不過拿著又不捨得扔 拘離於所謂的關係 對, 不敢面對自己真正的感覺 這是不是你現在對愛情的看法? 以前我跟你一樣, 很抗拒拍拖 寧願慢慢換畫, 不用負責任 我曾經以為我以後都會這樣 直到遇到Celia, 人與人之間真的很奇怪 當你遇到對的人, 他就很徹底改變你 他令我可以專心工作, 發展我的事業 要不然他, 我到今時今日 都可能是一個直直無名的故事藝人 對 所以我覺得愛情包含不太多 並不像煙花一樣, 燒完就沒有 你跟我說這些幹什麼? 你上次問我, 我現在就回答你 這些就是你的愛情觀? 聽起來好像被人催眠也比較好 你們一起了多久? 差不多五年 你喜歡他, 所以跟他在一起? 當然 你喜歡他改變你? 你根本就不認識以前的我 況且我覺得這種改變 也是一件好事 我不認識你以前的你 但我知道他改變了你什麼 他淹了你, 所以你覺得很安定 你對上一次跟他上座是什麼時候? 昨晚 但你昨晚是想著我 可能我跟他在一起真是一種習慣 但愛情從來都不是我愛你 或者你愛我那麼簡單 尤其是當你年紀越大 跟我一個人一起越久的時候 那種關係背負的東西就會越來越多 例如是責任 是你自己要抱上身 自己要負負這些責任 跟著說到自己好像很偉大 但是付出了很多 我覺得如果你不夠喜歡他 你應該離開他 好, 就到我現在放下所有東西和他分手 之後呢, 我又再找另一個 沒感覺又再分手 結果就是不停地走路 這樣有意義嗎? 那視乎你覺得什麼是有意義呢? 我覺得這樣困著一段所謂的關係 也沒什麼意義的 沒有人可以一輩子追逐煙花的 人會長大, 人會累 人在這裡差不多年紀的時候就要停下來 跟人發展認真的關係 這些不是背叛自己的感覺 而是成長的需要 當你面對不同的人 就有不同的角色, 又不同的責任 要顧及其他人的感受 只是忠於自己的感覺 這些不是叫自由率性 而是叫幼稚自私 我始終無法接受要為了愛情改變自己 是你沒遇到適合的人 我想認識以前的你 我覺得我們會認識一點 成家立室了 做個像我那麼負責的男人, 知道嗎? 知道, 爸爸 婆婆, 喝茶, 不要丟臉了 你哥哥從今晚開始要負責任了 你有沒有說他變了? 他從小老大的志願都是想娶老婆 我是小芬, 優Sir的老婆 原來你是愚幾個後ろ來人? 我的老師 哪裏是我的